又到了上班的清晨,喧闹的地铁站人满为患,大家你及我,我及你,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那份空间,一老大爷颤颤巍巍地站在车厢中央,随着列车节奏飘摇的身子骨,仿佛随时都要摔倒一般,坐在座位上的小明看见了,一向热心肠正能量的他,哪能见得了这种场面? 腾的站起身来,老伯伯,位置让给你坐吧,这本来是件好事,面倒老伯伯却连忙摆手,不用了小伙子,我没钱购买你的位置,我就不坐了,呵呵呵呵,伴随着尴尬的笑声,这个时代展现在了大家面前,原来啊,这个时代的政府为了方便管理,在每个百姓脑门上,装了个投币口,想让某人做什么事,只需投入一枚硬币,那个人就会强制去做,慢慢的, 这个时代开始变得什么都贪钱,只要有硬币,想让别人做什么都可以,像小明这样不要硬币做好事的人,几乎灭绝了,在小明执意要求下,老人坐了下来,可刚坐下,一个男的就走了过来,老头,起来,这个位置我要了,再看老头没有犹豫,直言我的位置,收费可是很贵的,直到说完这句话,老头也没看小明一眼,男子也懒得废话,直接往老头的脑门里疯狂投币,投了好, 好久,笑着说,我看这些硬币应该购买你的位置了吧,男人手上的硬币是这个世界的通用货币,一般一枚硬币就足以让任何人做任何事,如果投的硬币多,就会像这老头一样,点头哈腰的,把男子扶上座位,满面笑容的样子就差下跪了,目睹这一切的小明心里不是个滋味,跟其他人不一样,小明脑门上没有投币口, 一向认真工作带人善良的他,从没出过女朋友,有个爱人好男啊,我什么时候也能拥有呢,耳边传来一阵吵架声,我不喜欢你,你不是我喜欢的男生类型,别像流氓一样缠着我啦,再这样,我要报警了,男人也不废话,立刻往女人脑门上塞了三枚硬币, 女人不再慢嘛,而是搂着男人脖子吻了上去,老公有你真好,路过的小明将一切看在眼里,好像拥有爱情,也没那么难,走了一天饿得很,犯了犯兜,就剩三个硬币了,再找不到工作就要饿死了,在大排档吃面的他一抬头,发现一小孩在马路上玩球,身后的汽车奔驰而来,马上就要撞到孩子了,小孩的母亲吓得脸都黑了,大喊谁来救救我的孩子,说时迟, 那时快,小明飞身而上救下小孩,汽车擦边而过,差点撞到良人,本来是可喜可喝的好事,路人却比汽车马上撞到小孩,还惊讶,纷纷惊呼,他是怎么在没人投逼的情况下,主动去救那个小孩的,真是太不可思议了,简直奇迹啊,再看母亲痛哭流涕的跑过来,不断感谢着小明,小明再三叮嘱要看着点小孩,难道真要等事故发生后,才去后悔吗? 说完转身离开,对面母亲却掏出一大袋硬币,就要往小明脑门里塞,眼见小明没有投逼口,没等他拒绝,就把金币塞给小明,带着孩子跑开来,没办法,收下吧,这下能吃顿好的了,小明心里想着,找了个豪华餐厅大包口服一顿,注意力都在食物上的小明,突然想通一个问题,他知道那个母亲为什么要给他硬币了, 因为政府在研发投币口的同时,还会同时在脑中内置一套程序,就是只要投币,哪怕是一门硬币,也要服从命令,以便于更好管理百姓,这些呀,小明都很清楚, 所以以此推断,只要安装了投币口的人,都会强制执行,给自己硬币就必须干活,还有别人为自己干活,就必须给别人硬币的两种程序,小明越想越兴奋,他找到了空子,因为他没有投币口,不受程序影响,他完全可以通过强行做好事,强制获得报酬,不管对方是愿不愿意,说干就干,小明冲出酒店,日落西山,黄昏慢慢降临,一老太太看不清路,橘子撒了一地, 他刚要捡,小明是一把夺过老奶奶手里的橘子,再次归还给老奶奶,老奶奶是一脸懵懂,但又无可奈何,脑子里的程序让他强行掏出一枚硬币送给小明,一边走一边骂,我明明没请他帮忙的呀,真可恶,这看小明虽然只有最低报酬硬币一枚,但他钻漏洞的逻辑,验证成功了,就这样他再也不找工作了,整天在大街上溜达,人家老头不想过马路, 他把老头硬拽到马路对面去,人家老太太能拎动口袋,他非得把口袋抢过去提一会儿,然后呢老头老太太还得给他钱,简直把这片老人给气得吐血,久而久之,老头老太看到他就绕道走,看着忙活一天才赚的几枚硬币,那些老人太抠了,这得赚到什么时候才能发家呀,突然身后一声呼救,打劫呀,有人打劫, 再看小偷嚣张得很,嘲讽施主,哼,等你头臂叫人,我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,不远处的小明趁小偷不注意,赶紧伸脚,将其半倒,小偷不敢置信,居然有人不要钱就见义勇为,但小偷不知道的是,小明是在验证自己的猜想,因为他发现施主打扮高贵,像是有钱人的样子,他想看看这次酬金有多少, 果然施主奉上了一大袋子硬币,小明是彻底搞清楚其中的逻辑了,酬金有多少,是根据求助人的经济情况决定的,渐渐的小明开始有选择性的帮助别人,后来学会从一个人的穿衣打扮,来判断那人的经济状况,再去强行帮助对方,可小明还是嫌报酬不够多,最后对高收入人士涉局,先用一枚硬币顾小伙伙找富人麻烦,小明在闪亮登场, 帮助富人赶走会会,以获得高额报酬,小明是越来越有钱,也越来越爱钱,路边有个小孩走丢了,哭喊着妈妈在哪里,现在的小明理都不理,这小孩穿着破烂,肯定是穷苦人家,这种人帮助了也没什么回报,简直是浪费时间,不管他,现在的小明只想存钱,他打算存到35万硬币,就挥霍起来,毕竟一枚硬币就能让别人做任何事,35万枚硬币, 那岂不是能过上皇帝的生活,沉浸账户余额的小明看手机看得入迷,完全没注意到向他奔驰而来的汽车,车的一声不断响起,等小明反应过来,汽车已经尽债之尺,这时候投币叫人救自己也肯定来不及了,努力了这么久,该不会死在这儿吧, 说迟迟,那时快,一道黑影急迟而来,一瞬间就把小明扑倒,堪堪躲过汽车的撞击,发达,手机摔碎了,劫后余生的小明不住颤抖,逗大的汉珠像下雨一样滑落,小明对着救命恩人连连道谢,他想给救命恩人钱,但手里目前没有硬币,手机也摔坏了,支付不了, 我这就去银行取硬币,可还没等小明说完,救命恩人就拒绝了,不用了,都是举手治劳的事,不要钱,小明错额万分,不仅是因为对方不要筹金,还有眼前的人,居然也没有投币扣,怪不得他可以不收钱就能主动去帮助别人,对面的男孩依然在喋喋不休,过马路要看着点车啊,难道真要等到事故发生后才去后悔吗? 小明有些恍惚,他的说话方式跟以前的我真像啊,面前的男孩依旧滔滔不绝着,他希望小明以后也能像这样帮助别人,无私奉献,一定会改变这冷漠的社会,说完潇洒的转身离去,听到这些话小明是愣了好久,你以为我不想变成以前那样吗? 随着镜头缓缓上移,小明额头上的头臂口露了出来,可惜,我已经被如今的社会腐蚀,再也回不去了